文浩, 莫非這就是 你心目中關帝的形象? 所言甚是 我心目中當然是關羽赤兔千里走單騎 過了… 但是你也不用弄得關帝那樣 總做嘛 其實關帝有不同的形象 就有不同的意義 那不如師傅, 我去看看有什麼意義 去看看 等一下 赤兔 Vivin? 不理了, 過了… 對, 這樣也是 楚奇師傅, 我想問 為什麼關帝像有時打直拿刀 但有時又打橫拿刀呢? 關帝的形象是數有 橫刀奪財, 納刀奪命之說 橫刀奪財代表招攬生意, 招財進補 而納刀奪命可以解除小刃 以及消災浸宅 厲害 楚奇師傅, 我有時看到關帝穿紅色袍 有時看到他穿綠色袍, 為什麼呢? 穿紅袍的關帝代表建功勒業中心佈割 而紅袍的關帝代表文關帝 穿綠袍的關帝就是武關帝 關帝是棄紅袍, 穿綠袍代表 對他的輕掌留給那種喜歡的精神 唯有再 Paleon 律師傲, 為何我們有時看到關帝 坐著看春秋, 代表什麼呢? 關帝夜読春秋就已經是隱為佳話了 代表了關帝可以抵禦外來誘惑 以及滲擾專注讀書的精神 所以適合讀書還有從事文職的朋友 提升智慧運和文昌運 可以嗎?我又考考你了 你知不知道關帝爺騎的赤兔馬 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 真的不知道, 什麼牌子? 你真的不知道 關帝爺騎的赤兔馬 其實面上好像一隻兔子 而且整隻馬是紅色的 紅色是赤色的 跑得飛快, 所以叫赤兔馬 古時候的人騎馬 現代人就是開車、開車或坐車 原來汽車裡也有移動的風水 不同病格的人開不同的車 也有不同運程的影響 例如春季出生的朋友 出生木比較旺 要駕五行屬金的車, 就是白色 而夏季出生的朋友, 火比較旺 要駕黑色屬水的車 而秋季出生的朋友, 金當然會多 要補木, 要駕綠色的車 冬季朋友比較怕冷, 水肯定多 就要補火開紅色的車 完全明白了 古有關雲牆, 赤兔千里走單劇 今天有徐文豪極速飛車去禍車 我完全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但我只想載你